哈囉,鏡頭 哈囉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什麼 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甜蜜貼紙日記 對,甜蜜貼紙日記 你知道這個要怎麼玩嗎 我不知道怎麼玩 這個裡面就是一本像日記本的一個東西 像這個嗎 對啊 然後它還會附一張貼紙一台貼紙機給你 而且這個好像像說戳了一樣可以戳開來沒有想新奇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來準備開箱看看吧 它上面有12345 我們按照上面12345這樣開好了 嗯,這是最後 那我們1號在哪裡呢 1號在這裡 好,我們打開來看看吧 好 我們把房間直播了 wicht 一個有什麼 這個 那出來看看嗎 哦 吼 嚇我一下 ARLEY 這個是 這個是裝飾的 對啊,裝飾品 這裡面有很多的那個 塑膠的一些圖案 可以讓你直接把它貼在你的上面裝飾 這個 好 這是什麼 裡面有一個盒子 應該是貼紙機吧 這裡面 空的耶 空的嗎 喔 收納盒 這個盒子是給你收納的 收納東西的盒子 我們像時候再介紹是拿來怎麼用 可以 可以修 把它往內戳了 如果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 喔 這什麼出爐 欸 你還不像嘴巴的東西 裡面是什麼 哇 整個都被你打開了 粉質 對 粉質 可以都放東西在中間 然後還可以收 好像裡面還有紙可以扣扣扣 對啊 剛才我們不是拿了很多紙嗎 像這個紙 這個就等一下我們可以拿來扣扣扣的 扣扣扣在上面去 這原來就是那個 這個可以外出耶 嗯 一般來講 比較不會把日記本帶外出吧 可能就要出幅才會帶 對啊 那我們來開3號吧 3號在這裡 冷血不夠 壓住 嗯 四季西 哇 它粉色的 嗯 粉色的貼紙機 真的 哇 好閃亮喔 這個幹嘛就是那個女生的功夫 一捲 嗯 就可以收 這一個我用新的 然後把我打開 一捲 可以做貼紙用的紙 喔 真的耶 把裡面的東西 這是不是燙捲用的啊 就把它做成貼紙用的啊 裡面有很多 哇 好可愛喔 裡面有很多的圖案 那我們 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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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 對啊 這麼多圖案 又不完耶 我們把這些 圖案的 圖案剪下來 然後就可以做成貼紙 還有一捲 我看看這裡 還是不是 爸爸哥的那一捲咯 你看看 欸 真的是耶 我看到了 在裡面 你看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捲的貼紙 還有品客的樣子耶 還有品客耶 這樣看起來很豐富耶 你看還有品客耶 還有品客耶 哇 好多喔 你看 有食物啊 好多食物的圖案 對啊 這捲應該是食物 而且還 這捲是動物吧 嗯 還有一些文具 那我們就來 這樣子我們全部開完了嗎 開完了 開完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玩吧 我們全部開槍出來 就一共有這些東西 登登 都把眼睛擺在桌上整整齊齊的放好了 對啊 我們這個是 他的日記盒 長的 然後這是他的貼紙機 提起 這是他裡面附的 一些 片 還有 寫日記的紙 或寫紀錄的紙 還有一些說明書 鬆出來還全會像這樣子的樣 感覺好像是說明書耶 對啊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 這個是在旁邊裝飾的 一些小東西 小配件 然後寫超級可愛 後面還有ABC 這邊也有ABC 對啊 然後他還附了兩個空盒子給我們 一個空 一個空盒子 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他就是放在一個那個 不是開洞洞的地方 所以說你要注意 然後沒注意 然後我們就只開到這個 超好笑的 他就這樣子放著 嗯 然後無阻 對啊 然後我們就沒發現了 他就沒拿 然後呢 我們就忘記了 然後啊 爸爸彩色有東西 沒錯 所以這兩個空盒子呢 應該就是給我們 裝東西用的 這一個應該就是 像鉛筆盒一樣 就是到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 鉛筆裝到這裡面 做得看起來 有點像OK碰的盒子 OK碰的盒子 不是啦 就是把你的一些零件啊 你想要做的東西 可以放到裡面去 手臉的東西 都可以吧 等一下我們就要利用 這兩卷的圖案 然後我們來做看看貼子 好那我們就來 測試一次喔 我們就來測試一次 首先我們要先挑一個 我們喜歡的圖案 這個嗎 這個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那個也可以 你要先做立體的貼紙是不是 對 好啊 我想要我拿 這個好了 什麼圖案呢 嗯 然後英文字的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拿下來 下來 扭下來 對 其實比較受傷 可能會下來 下椅有可能會比較 有點歷史 所以 比較比較太小了吧 不然會受傷 下來以後長這樣子 你看旁邊有一些 利口的地方 嗯 這個小朋友在不放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平常的時候 如果再用的話 最好是用一個尖嘴鉗 用剪的剪下來 這樣的話 旁邊這個利口部分 就會不見 我們再挑一個 因為它後面的範圍很大 所以呢 我就 多拿幾個 不只放一個 可以放 可以再放一個 因為它寬度蠻夠的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再放一個 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浪費膠捲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這張拇指 稍微拉上來一點點 成功 唉唷 有一點 它有黏性 不過因為它是硬的 所以說稍微壓一下 然後它就會黏在上面 嗯 嗯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出 立體的貼紙囉 對啊 很簡單 簡簡單 沾著就可以做出來了 對啊 這個機器我喜歡 好 那我們來做這個扁的 好啊 我們來做這個扁的 看看 首先你先把你想要的圖案 先剪下來 要剪漂亮點喔 這是你的貼紙喔 嗯 我要漂亮 貓咪的圖案出來囉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試做看看 它在哪裡呢 這個是拉的那一邊 所以我們要先從這邊 好 手拉起來 這張膜要這樣子稍微牽起來 好 放在 我們把我們剪的黏在上面了 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寬度很夠 我們覺得說只放一隻貓咪的話 太可惜了 那我們自己 那個也畫了一個 小玫瑰 那我們這個小玫瑰 太陽花 是太陽花喔 所以我們把這個太陽花的部分 那我們也把它放上去 然後我們一次做兩張 看會不會成功囉 好 來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放下去 然後我們另外一邊 這邊 這邊嗎 對 這邊嗎 對 這邊有個地方有紫的地方 烤掉了嗎 烤進去裡面了嗎 這個 我們到時候剪的時候 小心 好 再拉一點點出來 再拉一點點 好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來 卡卡卡的寫下來 對 差不多可以放兩隻 對啊 好 應該我畫得太大了 這樣子我們就 出來囉 小心小心在這裡 嗯 毛毛亮 好可愛喔 它就真的變貼紙了耶 那我看看我這個會不會 好危險 好危險 因為我們這個紙比較薄 所以說我們如果真的要做成貼紙的時候 可能要用比較厚一點的紙 欸也可以啦 成功啦 真的耶 拿上去看看 我的太陽像 太陽像的花 對啊 這樣子也可以耶 所以說啊 這告訴我們一個答案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我們自己喜歡的卡通圖案 或任何的圖案 然後我們只要把它剪下來 對啊 例如說我們如果有三億的圖案 我們如果有米豆子的圖案 有碳自然的圖案 也一樣可以啊 我們銀印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做成像銀印的貼紙 對啊 然後我們 欸我們 那我去拿一個東西拍照片 然後拿去銀印不是就有了嗎 然後拿去銀印不是就有了嗎 對 不過你要銀印成彩色的啊 然後玩具還會 而且玩具還會保持著 對啊 對啊 所以說這部分的話 就是讓我們自己去發揮我們的創意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試一個 就是這個 你看 我們做的這個可愛的Kitty 我們現在要先來試一下 我們剛才自己準備的Kitty 看有沒有辦法成功變成貼紙吧 對 把它放上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讓它試試看了 看一下下 這個邊邊的地方有沒有重呢 如果說只我們只有一張而已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 稍微正中間一點 確保說它一定都可以吃到 這樣子 好 好 好 膠膜放下來 然後就可以從前面把它拉過去 好 成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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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我想要試貼貼貼 你想要試貼了嗎 好啊 試貼時間 最後一個 因為它是 成功了嗎 成功了 摸起來有黏黏嗎 有黏黏 成功 你看 將 所以說 我們不管是 我們自己找的紙 或者是 什麼都可以 自己畫的 或者是它附送的 或立體的 可是你剛才不是有剪好貓貓嗎 你貓貓不做嗎 對啊 我們剛才還有剪了一個貓貓 還有一隻老鼠 老鼠是我喜歡的小可愛 你先把小可愛的上去 好 好 那我們試試看吧 好緊張喔 成功了嗎 成功了 那我們可以把它剪下來囉 好像一個舌頭喔 好像一個舌頭 有像嗎 有沒有像你 這樣子 我想要把它放在袋裡 對啊 如果說我們還沒有馬上要貼 我們先把這個 因為我這個 因為我這個 我這個 太可愛了 我想要把它 從袋子裡面 當時要記錄 這種日期的地方 我這邊 這種日期的地方 我想要把它去這個 日期的地方 因為它太可愛了 這個老鼠 所以我想要把它放到袋袋裡面 對啊 我們可以先做好很多的貼紙 然後把它收藏到這上面 然後我們出口 然後到時候不知道 還可以看 對啊 它上面的教學 事實上還蠻清楚的 只要按照它上面的教學 就知道它怎麼做了 行 我們就先把 我們做的貼紙 就這樣 拉起來 OK 但是叫不出來了 這個玩具我喜歡 好 好 你只有一隻的話 你就可以放中間一點 沒關係 你都放了 沒關係你放了 然後就給它 看一下你看 它翻跟頭了 翻跟頭了 翻跟頭了 好 我們來做一隻 小幽靈看看 欸 成功了 用剩下的 我們可以像這樣子 把它扣上去 可以把它整個這樣收藏起來 這個要比較大 那 旁邊不是還有一個格子嗎 這個格子要幹什麼的呢 放它 阿滴 在這邊沒猜到吧 沒有猜到對不對 它是要這樣子 然後它要高一點 有沒有看到它後面有個 下面有個洞洞 勾草的地方 把它卡進去 卡住了 卡住了 往下拉 對 大概收起來 就會像這樣子 對啊 事實上它設計得很完整 歸納得很好 那我們 我很喜歡這個玩具 你看 這樣翻翻翻就可以 很正確的 翻到你 例如說 我這樣子收起來了 然後呢 我假裝現在第二天了 嗯 我想要記錄東西 信心寫 對啊 就是完整的 就可以 到時候你就可以看一下 例如說 喔 我就可以這樣子 我要去做什麼事了 喔 我要做什麼事了 對啊 我寫 明天要上課 要準備 筆盒跟筆大 然後呢 我第二天要去上學的時候呢 就這樣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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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看出 喔 我現在要去帶什麼東西 要去上學了 然後 就再把它弄回去 然後就可以知道你要做什麼事 對啊 是不是很方便 很方便 我喜歡這個玩具 我們把它整個蓋起來的時候 會什麼樣子呢 我先這樣子 給掉 喂 不對不對不對 不對不對 應該是要這邊寫 對 把它這樣靠過來 好 然後 它還有附一條 橡皮繩 而且就是我喜歡的人 這樣 這樣套起來 哇 這樣就收好了 然後就可以放到那邊 就會這樣子看起來 好可愛 所以說你看起來很完整 有附了兩個 那 那我們就把剩下我們還沒有做的紙 我們就放到這個盒子裡面 我們已經有放了 對啊 一些東西 那以後我們要寫的鉛筆 我們就可以丟到這個盒子裡面 你看這邊有寫Pencil 對 上面還有一個Pencil 這個盒子啊 如果說 你們 用完的話 好像網路上面有在賣補充包 那這個話大家可以去外面找他 可能外面插插 這網路插插看什麼 放進去 沒有喔 它好像是賣整盒的耶 它就是整個盒子 就在賣一個這個盒子 便宜的樣子 網路上面好像有賣補充包 顏色的 什麼顏色的好像都 好像不一定 對啊 所以說 我們如果用完的話 我們也不用擔心 網路上可以找補充包 而且這一組 實際上也沒有到很貴 幾塊錢 我們好像買 七八百塊錢吧 好像不用一千塊錢的樣子 對 所以說並沒有想要這麼貴啦 如果說 小朋友興趣是可以玩 可是我們這個玩具很好玩耶 對啊 可是它很浪費膠紙 剛剛我就浪費了一塊 對啊 每次一拉就要浪費一塊的膠紙 實際上 有點 有點可惜啦 不過它的設計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用的時候 盡可能就是說 你想要做的貼紙 一次把它鋪上去 然後一次拉 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不會浪費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然後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還有按讚喔 好 跟大家說掰掰吧 在拍鏡頭 對呀 我又等了小鈴染糖來囉 好 喔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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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